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早安英文 我是木木 大家好 我是Ellen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了 对了 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了 土豆在这里吗 怎么了 你以后准备说到坏话了吗 不是不是不是 想起一件特别好笑的事情 什么好笑的事情 上次我不是帮土豆看拖鞋吗 然后呢 我就给了发了一个链接过去 土豆为什么找你帮他看拖鞋 有taste 有品味呗 哦呦 土豆确实没什么品味 然后听我讲 别打断我 说说说 然后那个他就 然后土豆就讲啊 我就发过去 他就讲 ex to expensive 什么意思 你能懂这个单词吗 呃 反正是ex ex开头的 其实他是想表达 expensive 这个拖鞋很贵 但是呢 他就说成了 expans 然后你听明白了吗 没听明白啊 但是我知道他要表达什么 我听明白了 但是我就 到底听明白 我就取笑了他一下 还是帮土豆挑了一双鞋 便宜 但是质量也很好的鞋 多少钱 十块两双 哪买的 告诉我那家店好不好 我这么有taste的人 也想买两双 就十块钱两双 如果我们觉得一个东西特别便宜 我们就可以说 what a cheap 对吧 好便宜啊 土豆穿着可开心了呢 土豆这个人啊 没什么品味 特别容易满足 你别黑他 别黑他 总黑他 刚才我说的这个 what a cheap 的意思呢 就是好便宜 然后呢 你也可以说这个 what a deal 也是 这个买得不错 对吧 这是一笔好的交易 因为我们deal 有这个交易的意思嘛 是的 我稍微给大家再 稍微稍微的拓展一下 就是这个inexpensive i n e x p e n s i v e 也是表示不贵 但是它的不贵呢 是那种性价比特别高 物美价廉的那种 但是这个cheap 可能就稍微low一点点了 就是表示 这个比较符合土豆 哎呦 就是表示那种很便宜 但是质量不一定好的东西 我们可以说cheap 性价比高 inexpensive 很便宜 但是也不错 哎这个cheap 特别适合土豆 再说两次 这个土豆嘛 刚从泥里爬出来 还有那种土腥味 是吧 所以说这个 他买这个十块钱 两双的就很合适 如果你要形容一个人 很小气啊 你还可以说 he is cheap 你别指着我说 he is cheap 别指着我说呀你 我哪指着你呢 我只是用我的余光 看着你 对我们要表示一个人 哎这人怎么这么call呢 我们就可以说 he is a cheap he is cheap he is cheap he is cheap 哎呀最近好开心啊 要办新办公室了 每天都要收 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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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包裹 赶紧办新办公室 我收不了了 因为就这个 我们在录音间 要被热死了 热成蛤蟆了 特别热 我现在 Alan的衣服都浸湿了呢 对你说起来有点怪啊 就是总之啊 就是马上 马上要搬这个新办公室了 每天都要收好多好多的包裹 但是呢 不是你们想的那种 收到一件礼物啊 我们都是收到十张 一家的椅子 收到十张桌子 录音间的海绵 我今天早上还收了海绵 哎呦 木木老师辛苦啊 说到这个包裹啊 有一个老梗 不这么讲吗 你怎么样让一个女生 从不开心到开心 怎么 就是 是这样子的 如果美国的女生 你可能就跟她讲 unique criteria 你需要哭一下 你需要借我的肩膀用一下 你是美国的女生吗 假装是 好 但是中国的女生吧 你就跟她讲 有你的快递 你的快递到了 快去收一下吧 有你的快递来了 所以说木木 你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吗 就是你收快递的时候 会不会特别开心 就我自己来说啊 我收快递特别开心 超开心 即使是自己买给自己的 都像是在拆礼物一样 什么叫即使是自己买给自己的 一般都是 一般都是自己买给自己的 是的 又没有脑残粉送 说的好像我有一样 大家好 我们地址是那个 我们在这个 如果你想给我们送一些比较 行 没人想给我们送 好看的礼物的话 那么回头我们公布一个地址 然后你可以在这个后台给我们私信 Alan总是想太多 谁想给我们送 我觉得会有的 就是可以给我们送一张明信片 或者说你们的照片 明信片可以 照片也可以 我们很喜欢看大家的美照的 是的 那么我们讲收礼物这个事情啊 就是虽然木木都收到的是自己给自己买的东西 对吧 对 那么他收快递的时候还是会蛮开心的 是不是这样子 是的 非常开心 那么下次呢 我在京东上帮你订点东西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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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收快递就开心 Alan你有时候买东西也会 这个以COD的形式来买呢 尤其是一些电子产品 你说什么 我不懂啊 你给大家解释一下COD是什么意思 好 CD就CD COD你打错了吧 我刚就装一下 这个COD呢 它的全称是 Collect on Delivery OK 这样明白了啊 这个应该是什么 那给大家解释一下吧 这个COD 我猜着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我觉得这个还是 collect呢 肯定不是collect什么东西 因为已经on delivery的 就是delivery叫做传送 传送 那么已经传送了 那就不用collect对吧 那么collect应该是collect money 所以说就是说 这个快递员 把东西送给你的时候 同时把钱 他把钱给collect 所以说这里collect应该是collect money 不过我是猜的啊 从字面的理解 我觉得是这个意思 但是COD它本身的意思 就是指的货到付款 所以说我还是这个智慧 Alan没别的就是智慧 好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这个COD collect on delivery 就是货到付款的意思 collect on delivery 好 现在呢 又到了木木老师讲 他妹妹故事的时间了 你那笑的 木木老师讲妹妹的时间 淡定淡定 你的木木 你有声 你的木 我的木木 是你的木木 你的妹妹这个故事还蛮多的 但是木木老师之前呢 给我看过他妹妹的照片 就是一小美女 所以说 人家是大美女 我不介意多聊一下这位大美女 福浅 是的 她就是一个有故事的女同学 是的 关键是长得好 所以说我们多聊一会儿 行 关键是这次发生的事 她和我的故事 您还要听吗 可不可以只听她的那个部分 那故事就不完整了 好 我听我讲 就是事情是这样子的 很长的故事 我简单讲 我妹妹呢 我外公 就是他会给我妹妹和我零花钱 然后就是有一天啊 就是看我妹妹比较小嘛 就给她一张 那个时候还有两块的纸币 整的 然后就是给她两块 给我一块五毛 就两张 就是你外公还是 我觉得是很明智的 就是你妹妹 她也知道你妹妹长得比较好 咱们能放下这个长相不谈吗 就是 相由心生啊 长得好的人啊 继续 咱们继续来听故事 活得比较阳光 接着讲睦睦老师 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就跟我妹讲 我说 你看你只有一张钱 你看我有两张 咱俩换一下吧 从小就很鸡贼是吧 鸡贼 然后我就 然后我妹思考了一下 她还思考了 给我换了 所以说我关心的问题是 现在 我看过照片了 就是 这个木木老师的 这个妹妹长得 还是 这个和木木老师相比 不错的 对不对 所以说 就是 心地善良 心地善良的人 一定会得到福报的 但是我妹妹那时候 我就在想 她就不会再想 what's the catch 姐姐在跟我讲 这个事情的时候 里面不会有什么猫腻 不会有什么炸吗 这个what a catch 你刚才 what's the catch 什么意思 what's the catch 它的意思就是 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猫腻 会不会有什么 有什么炸 是不是在骗我 这类的 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就是说 我们去商场 然后去买东西 然后你会发现 有时候 商场呢 也跟木木一样 挺鸡贼的 行行行 为了节目 我就豁出去了 就挺鸡贼的 然后本来是一件一百块钱的衣服 然后他把它提价到一千 然后跟你说 两折旗 其实价格已经翻了一倍 但是你可能这个时候 也觉得大折 自己挣了 是吧 挣了 然后可能会拉你闺蜜 什么一块去买 是吧 拉你妹妹说 你买哪个 你挣了 木木老师 这个时候我妹可学聪明了 长大了 不会那么笨了 他会考虑一下 what's the catch 这其中肯定有点猫腻 本来是一个很清纯的小姑娘 被木木老师 别黑我了 我们还可以做朋友吗 还可以录节目吗 我们做个朋友吗 好 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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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事不好了 what's going on 哎呦 你好假 不是 你看那个电影里面 经常说 楼道间碰的一声 街上一个车被炸起来 你就 what's going on 发生什么事了 那与你有什么关系 演戏嘛 戏如人生 你就是个戏子 我就是戏子 我是entertainer 就是希望我录节目的时候 能够给大家 带来激情 开心就行 是吧 对 那我们说点生活上的 大惊小怪的事情 大家好 我们讲个相声 比如说 你听我讲 哦 讲 我妈下周就要来看我了 我觉得 我特别着急 我觉得很有必要 要把自己的房间 好好打扫一下了 这句话 大家是不是在早上英文里 听过很多次了 就木木老师说 我准备把我的房间 好好的打扫一下 然后我说 That's a lot of work 是吧 是的 就是说 这个打扫木木老师的房间 可能 三天三夜 好淡定 谁说的 我承认我是乱世佳人 乱世佳人 这个词 咱们也听过很多次了 是吧 不是不是 听我解释嘛 我是觉得房间 可以随意一点 自己比较轻松 回家就可以北京摊 但你是不是有同感 你以为你是 葛优老大也是吧 北京摊 一回家 摊在那 行行行 别为自己不爱打扫 找那么多借口 好 我们来讲讲这个 这个事咱们还没完 行行行 我们要学知识 学知识 其实啊 这个 很多时候你不爱打扫 不要觉得是一件丢人的事情 因为我也不爱打扫 所以我还不迭被子呢 就摊在那 感觉很随意 是吧 很熟 因为一打扫 就是 That's a lot of work 大工程 对 木木老师的房间呢 不仅被子没叠 然后地上 全是一拉罐 好像你挺懂似的呢 I guess 就是在这里 That's a lot of work 指的不仅是 比如说我有很多工作要做 还可以指 这个工程量 真是太大了 比如说 木木老师的房间 又是我 又是我 不黑我 不行吗 不是黑 我是一个 乘数事实 让大家了解一个 更加多元 饱满的 木木 这样子大家会更加的喜欢你 谢谢你啊 好 我们再总结一下吧 这个 That's a lot of work 就是 这真是一个大工程 比如说 打扫 木木老师的房间 我都不好意思 黑你了 好 Alan要给大家总结了 啊 我要总结 是的 好 就是你 大家好 我是Alan 她是木木 然后今天呢 我们学习了 进入主题 地道口语表达的第三弹 然后现在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 看大家是不是都记住了啊 很简单 就那么四句话 一起来复习一下 那么one 哎呀 这个真的是太便宜了 what a cheap 我们想表示一个人也很抠门的时候 也可以说 he is cheap 非常好 Number two 货道付款 COD也可以说 collect on delivery Number three 这其中难道没有什么猫腻 没有什么炸吗 难道没有一个鸡贼人在背后吗 What's the catch Number four 这真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That's a lot of work 我真的不记贼 真的不记贼 真的不记贼 真的爱收拾房间 大家记住了吗 收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呢 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了 对了 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了 好啦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是木木 我是艾伦 我们下期见 See you guys around